来自加拿大的Svitovsky夫妇 因为买不到多伦多的审运票 跨国来到佛州劳德戴尔堡 终于幸运地看到审运 来自阿根廷的艺术家 职业鼓手丹妮邦斯在和朋友看过《神韵》之后 兴奋不已 第一次来到这场舞台 美丽 非常棒 碰到我的鼻子 非常棒 我们爱舞台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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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到一个幻想世界 非常棒 我爱它 我爱它 非常棒 非常棒 非常关注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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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激 舞台 非常真正 这是一个很棒的学生 专职于联邦和州形式辩护的 Patrick Dre律师 获得过多个奖项和荣誉 在南佛州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他对《神韵南中英》的演唱印象深刻 《神韵南中英》有一个线 我告诉我的女儿 要记住 《神韵南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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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真是很美 它开心 进行疹 和我的手 《神韵南中英》 歌歌人 对 这些舞台 也没有摇取桌 他们是飞好 一定飞好 我一直告诉 George 女儿好像在水排 不像在地步 就很美 看得很美 Emily Jo刚从大陆来到美国 沈韵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 让她倍感自豪 这些歌词呢 这些舞蹈呢 真的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传统 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很自豪 真的很自豪 谢谢 这是一个很明显 非常新鲜的节目 非常推荐 新唐人记者李新陈光慧 佛罗里达 老德戴尔堡报道 1月31日下午 神韵世界艺术团在佛州 老德戴尔堡的第二场演出再度爆满 在北迈阿密市政府 担任安全官员长达30多年的安娜·拉克马罗萨 看过演出后激动不已 赞叹神韵歌唱家的歌声高昂 穿透人心 从天幕 舞蹈 音乐 独唱到二胡独奏 安娜·克拉马罗萨陶醉于神韵的一切 歌唱家的深厚功力更令她叹福 神韵世界 吴音乐 和高音中 我想想他们一切研究 因为她的声音音 因为她的声音 因为她有色彩 因为她的声音 是很高 非常期待 了 我可以想像他們有多多時間的工作 他們能夠放在一個很瘋狂的表演 在一起 非常美麗的表演 克拉馬羅薩表示 神韻觸動她的全身心靈 引領人進入神奇美妙的世界 我感到很興奮 我感到很平靜 有時候我感到好像在飛 因為我感到好像在睡眠 但是在睡眠 很美麗 它會載你到另一個地方 對 美麗的晚餐 新唐人記者李鑫 陳觀惠 佛羅里達州勞德戴爾堡報導 1月31日 神韻世界藝術團在佛州勞德戴爾堡的 最後一場演出圓滿落幕 全場一票難求 主辦方增加座位還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 最後不得不開放戰票 它顯示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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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顯示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具有40年經驗的馬可斯基先生是業界著名金融分析師 曾被財富雜誌評為50名偉大投資人之一 是股票雜誌專欄作家 也是金融精英會員俱樂部當代財富投資俱樂部的創始人 中國的歷史 真是有極的 人們在外面 沈韵全善全美的演出 截出超群的舞蹈技巧 精湛脱俗的动人故事 让观众享受壮丽辉煌的视听饗宴的同时 他深邃的精神内涵带给人无限的启迪 新唐人记者李新城官慧 佛罗里达劳德戴尔堡报道 jack Howard I'm enjoying it tremendously I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m interested in other cultures And in its exposure that I have never seen But Chinese culture goes so far back And the tranquility that's 神韵内海深刻 有46年经验的地产律师 卡普雷·维克斯认为 神韵带给人平和的正面力量 曾在通用电器公司 做了15年法律顾问的保罗·杰库伊斯 女儿在学习中文 一家人把看神韵 当作人生需要完成的心愿 保罗·杰库伊斯的太太 曾在空军服役 走遍世界各地的他 为神韵的美所倾倒 舞者看来像天神 你知不知道 它是美丽的 它是很明显 它是不同的 但它是像我们都一样 当你观看那些 新唐人记者蓝青 月雷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报道 它是美丽的 这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 第一次看到它 当它开始了 在 early 2000 2006、2007 我们看到它在 Washington D.C. 在 Kennedy Center 我认识了 他們非常精彩 所有的表演都非常精彩 我們很愛這次他們吞吞了笑容 那是非常精彩 然後我們最後看到的手指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 我們很瘋狂 非常精彩 夫婦倆退休後經常到田納西劇場觀看演出 聽說神韻來到這裡趕緊抓住機會 當我們看到神韻在這裡 我們很興奮 其實是一個聖誕禮 是一個聖誕禮 武姿上校曾在空軍座隨軍牧師 他們很喜歡神韻節目中傳遞的訊息 我感謝這個節目 繼續在中國的表現 跟人們不可以表達他們的信心 所以我們很重要我們來支持你們 看了神韻他們感到中國古老的文化博大精深 我們想要看更多 這就是海洋的尾巴 我們國家可以從中國學習得多 新唐人記者藍清 月磊 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報道 Creativity The elegance and talent of the performers The message And the music In other words, all of it The choreography was just beautiful It was just a great performance Very talented, talented dancers Just did a great job I told Leslie, I said What a talent pool these people have It just was first class all the way Everything about it was just great Just exceptional I felt honored to be sitting here in Washington I felt privileged I'm lucky to be here Tim摩爾塔 是一家在92個國家有業務的 跨國塑料科技公司 美國分公司的CEO 夫婦倆多年前 在佛州的捷克遜維爾 就看過神韻 我看過神韻 是一種美麗的 人的靈魂 我們都同樣 這就是我們都同樣 當你想到中國 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很可憐 自由的地方 在此觀看神韻 摩爾塔先生強烈地感到 與中國人有著同樣的情感 新唐人記者南清月磊 田南西州諾克斯維爾報道 美國神韻巡迴藝術團 1月31日圓滿結束了 在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的兩場演出 在當地開設舞蹈教育中心 40多年的一家人 祖孫三代觀看了演出 激動不移 感覺神韻就像天堂 我看過最專業的 我看過幾十多的 Broadway 演出 這就是天堂 絕對美麗 靈魂很移動 教育上很明顯 美麗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技巧 瑞西庫瑪西的母親 40多年前開辦了當地的舞蹈教育中心 先後培養了6000多學生 庫瑪西本人是從眾多舞蹈和編舞專家 她的學生也多次在當地和全美比賽中獲獎 我認識過了幾年 會有的教育 每天都要做他們做的 事情 每天都要做的 他們的形態 和運動的技巧 成功 我們是一次的 他們說的 幾千年紀 那些人做的第一 所以那是一個 教育的地方 空马西为神韵节目深深感动 觉得其中的歌曲更是点睛之笔 他们准备把看神韵作为每年的传统节目 还要告诉自己的学生都来看 新唐人记者 岚磊 月磊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报导 神韵纽约艺术团从1月30日开始 在南加州的艾斯康迪都展开为期三天的演出 三场演出所有的票都在两个星期前就售庆 主办方还硬要求开放了佳作 观众表示 神韵演出出神入化是天堂般的演出 经营开发公司的Abrams 曾经在北京和上海做过地产开发方面的咨询 他表示 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像神韵如此美妙的演出 我确实在中国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东西 无疑问 它非常合适 有很多困难的动作和困难的动作 它和音乐非常合适 非常美妙的 谈到音乐 Abrams尤其喜欢中西合璧的神韵交响乐团 从菲律宾慕名而来的Auster Krasabra是前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律研究律师 他在菲律宾看到神韵脸书 决定一定要到美国观看神韵 I love everything All dances I mean the different You know the dances that they portray The stories It's flawless Flawless dancing The storyline It's just It's spectacular I can't describe it But I'm drawn I'm drawn I mean looking at them I just wanted to dance too It's just so beautiful It's just so great I mean you have all this Talence All this skills And you You know Get them together And it just created something It's like heavenly 克鲁扎布拉说 神韵展现的文化深深吸引了他 It's like I'm being a culturalized That this performance now Just you know Tried to get me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Living their dreams Living their aspirations Living not only yesterday But today and tomorrow 克鲁扎布拉曾经和现任 菲律宾总统共识过 他呼吁总统邀请神韵去菲律宾 To my president President Duterte Because I used to work with him I would say Please invite you The Philippine people would really love to watch it Please This is really great 新唐人记者张一渊 张文刚 圣地雅各采访报道 1月31号 神韵纽约书团在南加州爱斯康迪多的演出 仍然是一票难求 神韵以美丽无瑕动人新鲜的表演 让观众大开眼界 保险公司总裁巴尼斯就是其中一位 她惊叹于艺术团的女演员 优雅男演员强健 更折服于中华文化的深远 保险公司总裁Terry Barnes 平时喜欢阅读中华文化书籍 二胡表演也令她印象深刻 这很不一样 它只能够用两组织 它能够做整个歌曲 神韵演出也让Barnes发现宗教信仰的共性 一切的 efficacious知语 很多的优传的优优优独播放 那是今天正好似的优优独播放 是同时没有优优独播放 在祂中 我认为多余的舞蹈感觉 优独播放 和宁乐在殿的主供 多少不同的不同的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迷得同样的一种概念 我认为这真是很不一样 我认为这真是很不一样 也很不一样 Barnes 表示 看神韵是母亲送给她的 难忘的生日礼物 我来到我妈妈 她想要看这个 五岁 所以这就是她的生日礼物 这就是她的生日礼物 很棒 我认为这会是 会认识和尊重 也认为每年来的经典 新唐人记者张一渊 张文刚 南加州爱斯康提都采访报道